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谁是队里最有天赋的人 谁是队里身体天赋最好的人 谁又是那个最努力的人 没错,今天球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对队友严厉而出名的事官长吉米·巴特勒 聊一聊他是如何连续多场打出这样的表现的 又是凭借什么能力带领热火重新回到了东部的竞争行列 吉米·巴特勒对于球队到底有多重要 你们太他妈需要我了 没有我你们根本赢不了球 这是巴特勒在离开森林郎前对球队经理的无情嘲讽 虽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把这句话当成是巴特勒的一个梗拿来调侃 但事实就是无论是当初的森林郎还是现在的热火 好像巴特勒不在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赢球 如果说森林郎是因为自身实力有缺陷 那么上一季闯进总决赛的热火 在巴特勒缺席的比赛中又为什么常常难求一胜 为什么有没有他可以差这么多 在这里球哥先带大家看一看 本赛季没有巴特勒的热火是什么样子的 热火上一次胜率超过50%还要追溯到1月9日 当时热火的战绩为四胜四负 在这之后由于疫情的再度爆发 NBA出台了新的健康条款以及保护协议 而这让上赛季的东部冠军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纳恩 希罗 巴特勒开始有一场没一场的缺陣比赛 热火的战绩也开始迎来了过山车市的大滑坡 他们在之后的10场比赛中输掉了8场 这其中直接体现出来的问题就是阿德巴约 还不具备带领球队前进的能力 他控球中锋的属性开始被其他球队有意针对 并且他在尺寸上的劣势在很多攻防回合中被放大 这段时间里尽管热火的内线仍旧保有高机动性 但是整体防守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篮板也没有了保障 本赛季热火的场军只能抢到42.3个篮板球 这项数据在联盟里排名倒数第三 这让他们在内线的防守效果变得微乎其微 此外不仅是内线实力出现下滑 就连热火引以为傲的三分球在巴特勒缺席后也不再神奇 上赛季多次拯救球队于水火的西罗 本赛季虽然还是可以贡献场军15.8分 但是命中率却只有44% 三分命中率更是只有35% 比他的新秀赛季低了近5% 而热火阵中另一名神射手邓肯·罗宾逊 更是迎来了断崖式的架划 无论是42.9%的投篮命中率 还是39.1%的三分球命中率 都和上赛季的47%与44.6%相距甚远 本赛季热火合计出手 三分球1304G排名联盟第11 命中460个排在联盟第12 单看这两项数据的话 好像热火的外线进攻还不错 但是在这两项数据背后 却是热火惨不忍睹的三分球命中率 他们在三分命中率上 只有35.3%排在联盟倒数第8 在东西部上半区的球队中 只有胡人比热火投的还要差 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 一是因为在目睹了上赛季热火的密集后 很多球队开始重点盯防热火的外线进攻 并且开始研究新的方式 破解热火的区域联防 二则是因为巴特勒的缺席 让热火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都失去了主心骨 导致内外都不开花 那么巴特勒带给这支球队的是什么呢 纵观巴特勒本赛季的数据统计表 他在出战的22场比赛中 场均贡献20.5分 7.5篮板 7.8助攻 投篮命中率45% 三分命中率24% 除了基础三项数据较为全面 似乎并没有什么亮点 甚至于如果看到他的投篮命中率 以及24%的三分命中率 巴特勒还会被当成一个第一校去占据大量球权的球员 别误会 球哥无意冒犯人者神规 但是巴特勒和威斯布鲁克的不同点在于 巴特勒的出手次数并不多 本赛季至今 他每场只出手14.3次投篮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勇士的养生枸杞哥威金斯 场均出手14.1次 也就是说和科比多兰特那样的超级的分手不同 巴特勒影响比赛的方式并不在于出手和进攻 他对比赛的影响力很多时候甚至是数据体现不了的 打个比方 在巴特勒的比赛中总是会出现这样一幕 巴特勒持球进攻 切入内线后遭遇包夹 停球导致球队进攻陷入停滞 这样的进攻回合在热火的比赛中数不胜数 对于大部分球队来说 如此低效的进攻当然是一个失败的进攻回合 因为巴特勒的评球直接导致了球队进攻彻底断电 但是对于热火来说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巴特勒 因为巴特勒的切入或许威胁没有哈登欧文那么大 但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热火阵容上的身体劣势 他带给热火的是球队一直缺少的冲击力 虽然经常会出现上述情况 但是在大部分的进攻中 正是因为巴特勒的强硬切入才让热火外线的射手们 能够有机可乘得到空位出手的机会 而从热火三分线外的出手次数排在联盟第十就可以看出 巴特勒的切入在热火的进攻端有多重要 另外 在面对巴特勒的切入时 有的球队会选择紧盯热火外线 不给巴特勒突破分球的机会 那么巴特勒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攻坚能力取分 或者杀伤对手内线 逼迫对手收缩防守同样能够帮助到球队进攻 而一旦对手的内线开始畏手畏脚 那么就到了热火的当家中锋 阿德巴约发挥的时候了 加上巴特勒本身就是以防守称的球员 各种脏活累活都愿意干 这种积极性也让他在防守端充满了侵略性 也就是说 如果单从数据层面分析 那么巴特勒糟糕的投篮能力 决定了他的个人进攻不会很高效 但是热火是一支全民皆兵的球队 很多时候更需要的不是巴特勒作为球星 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单打 而是需要他带动球队的发挥 从而让球队整体顺利运转 作为联盟如今为数不多的强硬代表 巴特勒用自己的硬朗切入 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他回归后的这段时间里 热火打出了11胜6负的战绩 在过去的14场比赛中 热火赢下了10场比赛 在这期间 热火是全联盟战绩第三好的球队 打出了联盟第三的防守竞效率值 联盟第六位的正负值 他们的进攻效率 防守效率 正负值均来到了联盟前十 而在巴特勒不在的时间里 热火的进攻效率只能排在联盟第25位 毫不夸张地说 有巴特勒和没巴特勒的热火 根本就是两支球队 当然了 虽然巴特勒的个人能力 没有办法和哈登·多兰特相比 但是他也一直是很优秀的球员 在过去的几周内 热火也非常需要他的产出 巴特勒回归后 总计出场了15场比赛 巴特勒在这15场比赛中 场均能够得到22分 9个篮板 9次助攻 投出了44%的命中率 这样的数据不可谓付出彩 而在迎来了球队 另一位主力德拉基奇的付出后 球哥相信 热火进攻端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就会好上很多 他们正在逐渐恢复到 上赛季奥兰多迪士尼乐园 复赛中 好取东部冠军的状态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 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 不含糊 请不吝点赞 订阅球哥